基隆城市趴车站 为了让开车民众能便利的到基隆观光消费 基隆市政府攜手55688代驾 台湾大车队跟在地的继承车队 推出全台首创的城市代客趴车 民众认为这样对游客来说很方便 可以节省许多找停车位的时间 那这个政策不错 蛮不错的 可以接受了 减少市区的交通用筛 那也省去我们自行去找车位的时间 那这个政策不错 市长谢果良亲自开车到爱三路庙口的试办点 宣传9月将上路的城市代客趴车 主要是借近国外的成功经验 为游客打造友善的观光消费环境 我们目前的规划是在爱三路庙口 设置代客趴车的地点 那但是我们拿车的地点呢 是会在我们西岸的西山停车场 那我们鼓励吃饱了的这个游客们 可以逛一逛消费买东西 然后一路走经过我们的一个港景 那我们的港景未来呢 在这个海洋广场 甚至明年初在国门广场 我们都会有更多的旅游设施配套 包括室外的港景儿童乐园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帮我们的这个代客的这些驾驶们设计好 他们未来所经的旅游路线 对他们来说一定会是一个驴块的旅程 有关我们基隆城市代客趴一个服务的时间 主要是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7点 那会延后一个小时到8点 那礼拜天一样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的5点 延长一个小时6点 那在国定假日的时候 是比照刚刚所提 星期六的一个服务时段来做服务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趴车的一个地点 我们是趴到现阶段西山的一个码头跟西二 主要是我们目前市政府要推动 把我们西岸的停车场一个停车率能提高 那除了此以外 刚刚市长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透过由庙口走到西岸 沿途可以欣赏我们基隆港一个美景 那我们原定的整个定价的话 因为我们整个的包装的产品有所谓的趴车费 然后有我们的伴手里还有我们的代价抵用券 我们也愿意赞助100块的一个代价抵用券 所以我们的定价原定是500块 但是在优惠的市医院期间 我们是全部是300块趴车的一个费用 我们是台湾首创 但是美国的比佛利山 其实它有公立公设的代客趴车服务 所以这个我要跟大家报告 是有潜力的 国外有潜力 可以让你安心的把所有的 回家的路由我们来守护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绝对代价一个 最大的一个经营的核心的宗旨 那当然配合这次资隆市府市长 这样一个非常好的首创的一个 创意的一个所谓的趴车代价的一个概念 让消费者会宾很习惯的把钥匙交到我们专业驾驶的手上 然后他就可以放心的去做他该做的消费 以及他要喝酒 他要吃饭 那都可以未来就有机会让我们的城市趴车代价 然后一起联动到我们的酒后代价 这些消费者不要花300块 而是去包括经营珠宝工会在内的商家 消费到一定程度 完全折抵了这个300块的费用 那我们会再推出这个服务的这个钱 把这些办法能够来落实 但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消费 及这个代客趴车折抵的一个办法会出来 在9月1号以前 然后未来假如庙口的点试办的顺利 我们也会继续的增加我们试办的点 让更多的这个观光客消费族群朋友 来到基隆以后有更快速的一个停靠车辆 他们的车辆的方式 这项城市代客趴车也携手基隆的店家一起来推动 期盼带动更多的商圈消费 首波结合经营珠宝工会 市府表示未来将持续增加合作伙伴 相关消费及代客趴车折抵办法会在9月前出炉 希望透过城市代客趴车 创造一举数得多赢的消费环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